两天330的反服贸抗议和平落幕了 总统马英九上午接见美国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普瑞哲的时候 对学生理性的行动表示肯定 但是他还是说这些攻占国会跟行政院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那您来听听马总统的最新谈话 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对于和平的集会游行 我们不但尊重了而且会保护 但是对于毁损公务强占公主妨害公务的行为 我们已经依法处理 马总统说不管是50万人还是警方估计的11万人 他都看到了公民民主的素养跟公民的力量 但是服贸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交由国会来处理 他也重申服贸会逐条审查落实国会的监督机制